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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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月 他的关税利益啊 我们政府现在跟民众资助比较 两百块的这个健保费给你课 可是两个月三项水果就减了一亿一千五百万呢 所以本席要求财政部你是主持者减税是你减纳 但是你们不要去背黑锅啊 你们要去问行政院 要去问农委会 为什么不是去捡大家常常食用的樱桃葡萄 一样是桃字发音 却捡了一个甜桃 应该要说清楚讲明白 第二个我也写了一个提案不止赖委员关系我也关心 财政部以平易物价为理由 率尔调降苹果田桃奇果等进口关税减半为期两个月 降税利益高达一亿一千五百万元 为恐政府关税减半动作肥了进口业者 却未达平易物价之目的 没有真正让民众感受到啊 这个减价的好处 财政部因密切观察苹果田桃奇异果之十月份 平易交易价格 因为行政院要要你们这样的理由是说 九月份平均交易价格啊 那么比八月份啊 九月份平均所有水果平均交易价格 每公斤是四十七点二元 比九月份高了啊 呃呃这个七块钱 呃这个九月份八月份是四十块钱 所以他平均价 那所以如果十月份 我们今天降了税哦 但是呢如果肥了业者没有达到平易物 目的的这个目的的话 平均价格的目的的话 未叫九月份平平平均交易价格下降的话 应该提早结束关税减半支短期措施 表示没效嘛 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你减他的税的目的是希望平易平均平易他的价格 但是如果减了税以后 肥了田桃业者 结果呢 我们的平均交易价格 根本没降 为什么 因为田桃占所有的国人实用的比例低到不能再低嘛 他怎么会影响平均交易价格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建议啊 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数字上的绩效 那就不必了 那更何况老实讲 国内的苹果有这么 有这么这个 呃缺吗 农产有这么缺吗 这应该是 我们台中的这个农业局长就在讲啊 我们台中的一山苹果状况还蛮好的啊 只是运输的问题啊 所以啊 有没有人利用这个机会啊 上下起手 政府应该 要要要说那不要让财政部背的黑锅 是 好不好 那所以我刚才这个提案啊 要拜托大家要重视啊 而且要请你问一下行政院 问一下农委会 为什么是田桃 为什么不是葡萄 为什么不是樱桃 第二个 我想请教一下啊 呃 我想请教这个陈主委啊 还有我们这个 中华民国郡商工会 呃 同一工会的黄长雾 今天是不是有练习 另外还有中华民国证券投资 公会的顾问 同一工会的理事长 林理事长 我们请那个林弘历理事长 及黄谷斌常务理事 那个张部长请回 主委你好 呃 主委 这两天呢 等一下时间再停一下 那个林弘历理事长有没有来 啊 离开一下 对不起离开一下 呃 这个股市哈 这两天政府前不久好不久才 前不久才告诉我们说 哎呀 我们这个有关于开证所税的伤害 已经慢慢减小了 所以股量又回来了 过去我们平均日交易量大概都在千亿以上 那结果呢 被证所税一开证一大趴 结果股市这个萎缩到一半 那好不容易回到七八百亿 这两三天呢 呃 自从这个上个礼拜六 我们的秋 秋罗署长给我们一个伤心的中秋节 那宣布这个要这个二代健保的这个开集合的这个门栏以后啊 那礼拜一开始到现在股市的成交量又忽然萎缩了 陈主委你认为啊 这两天的萎缩礼拜一如果数字没有记错五六百亿嘛 昨天也五六百亿啊 那今天刚才我看下数字大概两百亿左右 还没有收盘 六百多了 昨天是六百多 六百多嘛 对 这个六百多跟我们日平均量啊 过去去年以前的平均量大概一半 那第二个比之前回来七八百亿又又又萎缩了嘛 最近最近最近 那那所以我想请教你的看法 身为金管会的主委 你认为股市的萎缩 跟这个二代健保的开征有没有关系 对我刚刚报告过 其实这个应该没有证据去证明说 他们有直接的关系啦 但是也没有证据不是这样的关系 这几天这个量比较少 我们会去特别再去关心人家再去注意一下 是 那这个黄常伟呢 是 黄常恩物理事 我想 你讲老实话吧 我想股市的影响呢 臭中复杂 那我们过去 习惯上称台湾股市是一千两百亿 那正手税期间呢 大概是当到六百亿 刚好是减半 那最近呢又回到八百亿 就是最近这两个月回到八百亿 那总以台湾市场 对不起你们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就是说 你认为这个礼拜 股量忽然大幅下降 萎缩 跟上个礼拜六宣布二代健保的基增门栏有关系吗 我不敢去确定 我一直强调股市错综复杂 但是可以肯定的话 给投资人给一个image的形象 気持不好了 是 感觉不好 那感觉不好 也不是说冲击的是一两天 应该是冲击的是长眼性的 黄常伟谢谢你讲实话 我觉得你今天到立法院来作证 来练习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你讲出了社会大众的一个观感 那我觉得政府的施政 应该不要自我感觉良好 譬如我刚才讲 政府说 没什么关系啊 那可能是欧诈的问题 那跟这个二代健保开征没什么关系 就像政所税开征 也没什么关系啊 结果跟民众的观感差异太大 形成民众跟政府之间各说各话 可是政府自我感觉良好 对国家是不好的 所以我相信了 陈主委立场很为难 因为政府的施政是整体的 那结果呢 总统要开征证所税 总统要课征二代健保 你能怎么办呢 你只能配合 就像我们关税减半 行政院交单子下来 要拿几样水果 你能不批吗 所以我建议啊 这个我们证券工会啊 你们做个民调 因为你们也有很多的公基金嘛 做个民调 二代健保啦 证所最开征 那他这个交易量的萎缩 有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你刚才答复很诚实回答 你说你没有说yes or no 但是你说你不敢确定 因为这东西还是要有一些科学数据 我建议你们做一个民调啦 不过你刚才 因为你对股市投资人很了解 所以你刚才有反映出来 那当然就是我也让请陈主委注意一下 就说政府 当然基于整体施政 必须为政府的政策辩护 就像我们张部长就像你一样 可是呢 我觉得我们的辩护跟科学根据 可能也不要差距太远 跟民众的感受也不要差距太远 这个蛮重要哈 特别谢谢 呃部长 还有我们银行工会的土银 呃台银 还有这个核库 麻烦 还有我们部长 谢谢 三位请 部长 因为我时间有限 我就一边讲哈 是 茂德 又开始放入心价 而且这次情况非常的严重 那茂德之前就已经发生过 这个财务问题 政府列为重大辅导 那么我也知道说我们各行库啊 那都已经开始提列 提列呆账准备了哈 那我现在请的这三家 都是茂德 给他纾困 给他贷款 最多的前三家 我手上拿资料 那呃 不晓得有没有update 但是是最多的 我想请教部长 啊 茂德现在在八大公国行库 他整个的债务是多少 土银 呃台银 你可不可以先讲一下 你们是多少 那委员报告 在台银这边茂德有七十三亿 啊 一定打呆了四十五亿 剩下二十八亿 二十八亿已经提备呆七亿 是 不过假设这一次他处理 法院已经裁定处理完完毕的话 那你讲这二十几亿是可以 好 何库呢 谢谢 何库 谢谢 跟委员说明一下 那个何库茂德的部分是七十七亿 那么我们已经 那我的数字都正确 提了七成 提了七成 那么如果照刚刚台银 刘董事长说的 如果这个金元厂可以顺利出售的话 对我们整个债权应该没有影响 谢谢 好 那土银 谢谢 那委员报告 我们的债权是47.58亿 已经打呆 二十九点五亿 剩下十八点三 完全已经提了贷产准备 好 我报告 那我的数字正确 八大贩工股行库啊 它整个在茂德是三百七十亿 那大部分你说大概有七八成 有的都已经到了甚至八成 已经提列呆账准备 部长 什么叫呆账啊 呆账啊 就是收不回来的应收账款 就是呆账 就是银行不要倒了嘛 对不对 倒了这些账 就是坏账 三百七十亿里面有大概八成提列呆账 八成了 那等于说至少两百五十亿以上 通通是呆账 这两百五十亿是谁的钱啊 就是银予减少了嘛 就是股东损失了嘛 那股东是谁呢 看股东多少 像土银我们百分之百 就是财政部 政府赔了对不对 对对对 民众赔了对不对 股民赔了对不对 所以呢 有没有人要负责任呢 大家拿公家的钱 拿投资大众的人 随便我们现在 要求一个二代健保 要求七八十亿 闹得全国鸡飞狗跳 一家茂德 现在呆账都已经先提列了 打消了两百五十亿以上 两百五十亿以上 一家茂德 剩下还有还没提列完的 还有没有提列完 对对起人民吗 对得起国家吗 所以 我们的财经官员 要负责任吗 这就看当初放款的 最初的历史资料 才会知道了 最初的资料 所以当初放款的负责任 要负责任吗 评估要负责任吗 看看有没有留弊 如果没有 还是照正常真心 因为我跟委员报告 企业的经营 它也有景气循环了 你不能说 一个企业永远一直 一直心旺下去了 它也会有衰退的时候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难预测 对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政府不能放任 景气 自动去巡回嘛 就像欧债一样 有欧债问题 德国法国 还有办法去救其他国家嘛 那里我的国家都快倒了嘛 像希腊 那如果我们把问题 都推在景气的话 那推在这种欧债的话 那中华民国官员太好当了啦 我们也有愧 我们是亚洲 这个我们是亚洲的经济企迹啊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对这个 还没有任何的成见 我只想了解 茂德今天已经发生 这个状况的话 财政部的立场是 其实这两个都有支持者 那第一个是要 怎么样去确保银行的债权 还是说我们要继续纾困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抉择 很重要的抉择 部长你的想法呢 我想这个茂德 有经济部在评估啦 就是说要不要继续存在 这个产业啊 这家公司要不要继续存在 经济部会在评估啦 因为有没有前途 老实讲 部长 我都在想说 你当这个部长 其实我的能力 学是差你太多 我来干都可以 二代健保 听卫生署的 降税的 听水果降税 听农委会的 然后证所税开征 听这个总统府的 那你财政部自己的意见是什么啊 然后你这个茂德 你要听经济部的 那财政部也不需要有个部长 科长来传办 跟哥哥不会去联系就好了 我原来整个部会有各部会的业务执掌啦 分布社会就是这个意思嘛 他有他的执掌 我们要尊重执掌 他的执掌的建议来了 当然他是专业的意见 我们也不能不尊重 不然我们就凌驾于他了嘛 这是部会之间的伦理 七大产业金融产业问题 那你要不要听陈主委的 所以我哥哥 如果说哥有执掌 你要听别人 你财政部没有 那你就听陈主委的就好啊 所以我们才会密切沟通嘛 他的意见我们也要听啊 也要尊重啊 那我开个玩笑 你特别不听陈主委的哦 你特别听邱署长的 特别听农委会主委的哦 你特别不尊重陈主委哦 时间到了 我们要休息了 好吧 好 感谢 诸位请回